诗歌是苦日子里的一颗糖 让它身处低处 也要飞行 我是很多的委屈都积压在心里 甚至说是眼含着眼泪在路上骑行 生活奏向万物向上的乐章 让它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写作是可以疗愈的 它可以修正一个人 今天读书邀请外卖诗人王继冰 做客礼盘会客厅 分享第一处飞行 这是外卖员王继冰的一首诗 被诗友无意发到网上后 浏览量超过了2000万 当他骑着电瓶车在城市间穿梭时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位写了5000首诗歌的诗人 2024年 中国的外卖员数量 已经超过了1000万 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 赶时间的人 低处飞行的人 王老师呢 是从2023年开始 一下子就出了两本诗集 一本是赶时间的人 一本是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最新的一本诗集又出来了 就是这本《低处飞行》 这本诗集和前面两本有什么不同 我写这本诗集 我采访了140多个我们小哥 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嫩下的人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勇气去写这本书 我要去面对他们 我要去街头采访 我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现 把我们这个群像展现给读者 那您采访这些您的同行 这些外卖小哥 这个采访的过程中间 您有什么最深的感触 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外卖 我认为我经过的《凤枝玉达》 应该是大部分的小哥 同样经受的 我想象过 可能会有我经受不到的苦难 或者是痛苦吧 但是没想到会那么重 我这里采访到的一个 是我在外卖行业最好的兄弟 他时常是我们那地方的单王 他曾经因为送外卖 发生过翻车 一次性折断自己的八根肋骨 当他向我讲述的时候 他那种乐观 还是让我很诧异 我在想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可能也告别外卖这个行业 抛度太长 雨水加速了惯性 后刹失灵 前刹翻车 翻新而起的电瓶车 折断了他的八根肋骨 他向我讲述这段经历时 笑声一直穿插其中 仿佛那个同时遮断八根肋骨的人不是自己 而是一幕滑地去 他说你知道吗 八根肋骨会减去两厘米身高 从前老婆比我高 现在更高 我想把这首诗写得长一些 又怕长度加速他人生的坡度 他是我的同行 也是我的兄弟 问您自动接单了 二十三号就接单 外卖职业生涯中的痛苦 不仅同行兄弟有 王岐平自己也有 他把自己的心酸 委屈都写进了诗里 连妻子看到都心疼不已 看着我不太对 看着只看着 都要流泪子 是为哪儿 要背也 什么的 他从来不说 您在写作的过程中 或者说是在写下那些诗句的过程里面 您觉得从这个行为本身得到了什么 抚慰 更多的是抚慰 写作是可以疗愈的 他可以修正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恶作剧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故意留错地址 然后让我无缘无故地去爬楼 反复地爬楼 最终我爬了十八楼才找到他 导致我那天所有的外面都超市 我是很多的委屈都积压在心里 甚至说是眼含着眼泪在路上骑行 当这篇作品一完成之后 立刻就失怀了 甚至说有一种欣慰 甚至说有一种感恩 我感谢经历交给了我这一段 所以说才帮助我完成这个作品 从空气里赶出风 从风里赶出刀子 从骨头里赶出火 从火里赶出水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只有一战和下一战 世界是一个地名 王庄村也是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 用双脚垂击大地 在这个人间不断地萃火 这本书里面 您用诗歌的方式来写他们的经历 写他们的情感 那种苦挺多的 但是实际上诗歌里有时候看到的 还有很多乐观 在没有送外卖之前 其实说实话 我对生活也是带着一定的偏见 我们会发现 太多的外卖小哥在哪里哭泣 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严格地说 我们生活中得到的善待更多 您的经历中得到过许多这样的善吗 太多 可以说非常的多 包括有的时候 我穿着一具外卖装 在路上曲行的时候 大家发现后面有个外卖小哥 好像大家不自觉地会把右侧给你让出一点 让你先走的那种 我在这一点感觉特别明显 当他们往那边一侧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心里暖 感觉到大家在关注你 有的时候帮助是五声的 不需要大家说出来 外卖员 是一个争分夺秒的职业 但王继兵一有灵感 就会见缝插针停下来 把诗记在纸上 或用语音发到自己的手机上 生怕忘掉 一面凋零 一面鲜艳 棉花 有着刀锋一样的白 我这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拿到的一些东西 这都是一些包装纸 包装纸上面 都是您随手写下的一些诗句 对吗 对 像这个是烟壳 这是写在一个袜子的包装盒上的 对吧 对 这个是写在高弹厨臭鞋垫 它上面的 对 退行的火车 我坐在背对行驶方向的车座上 以退行的方式回家 以火车的速度退向父母 仿佛生活里的一次退货 一个不被异乡接收的中年人 被退回故乡 您平时有这种习惯吗 就是当诗来了以后 随手 的 语言 城抗 中国人 这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